第1001史章 顶上之争 即便是有着无量镜的遮掩 依旧是让得火炎成中 无数强者 身轻凝重 能够通过那重重淘汰 并且最终站在顶峰的人 绝对不是光靠运气就能够办得到的 徐修 唐新莲与周泽 果然是不出意料的登上了顶峰啊 新衣袖榜前三明不勋传 新衣袖榜上的除了他们三人之外 那腾奎以及林栋也是闯了进去 另外几个人倒是陌生啊 看来此次争霸赛 黑马也是有着不少啊 不过最终有能耐争夺雷霆祖福的 或许也就徐修 唐新莲 周泽几个人吧 重头气总算是要来了 随着光景中失数到人影的出现 火炎成中也是突然间爆发出 诸多的窃窃嘶语声 林栋阁和林山都登顶了呢 楼阁上古雅惊喜地望着 那两道熟悉的身影说道 古孟奇微微一笑 穆灵山能够登顶 他的确是有点惊讶 但林栋登顶的话 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事 后者的舍利可足以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啊 不过接下来才是最重要的呀 古烟轻声道 古孟奇点点头 美眸望着天空上的万丈光景 同时登上顶峰的 还有着金锈榜前三 那近乎变态般的存在 虽然他明白林栋的强悍 但这些对手可并不简单 想要战胜他们 并且最终获得雷霆祖福 确对不是什么轻松的事 而同时 谁能够在这场争霸赛中登顶 那么其名声也会在这 落马海年轻一辈中达到最巅峰的地步 林栋 你一定可以的 顾孟奇凝视着一座山峰上 那手持雷地权杖 迎风而立的青年 红唇清敏 他很想看看 这个一年之前在落马海 还不过是无名小辈的林栋 真正站在那顶峰的时候 将会是一种何等的意气风发与耀眼 都登顶了 在阎神殿的一座主殿之上 摩罗赋予双手 他的视线同样是看向了天空上的庞大光景 他的目光在光景中略作扫尸 最后便是停留在了华晨 以及徐秋的身体上 这种郭董果然是一模样 这两个家伙 摩罗双母为妮 片刻后缓缓睁开 只是那眼中 一时有着冷冽寒芒掠过 在他的权力感应下 献出身来 而且身处无量镜中的华晨两人 显示难逃他的觉察 这两人实力很强啊 一身红袍的阎神殿大长老 自摩罗身后浮现出来 他白眉皱气 紧紧地望着华晨两人沉生倒 是啊 心连两人想要胜他们 可还是有着不小的变数 摩罗眼中也是掠过一抹晦色 玄技他抬头 事先望下了伟兰天际 淡淡地道 我们等待的目标至今未能显身 若是再被发现雷霆祖父是假货 此番计划便算是彻底失败了 以后想再度引出他们 难度将会更为增大 现在也只能希望心连他们 能够阻拦下华晨两人了 大长老叹道 文言摩罗点了眼头 店主 清智大人他们可抵达了吗 轰炮老者略显担忧地问道 谁也不知道 此番会出现何种等级的一魔 不过想来以雷霆祖父的诱惑力 来者必定不是寻常的一魔 面对着那种等级的一魔 即便是他们延伸店 也是有些吃力 放心吧 只要一魔出现 他们便会现身 摩罗淡淡地道 当然 若是我们计划失败 那清智也不会出现 红炮老者微微点头 他明白 对于清智这种天地间巅峰般的强者 那些一魔必定会异常的注意 只要一出现 说不定就会被他们给盯上 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让计划如期而至 只要不要让雷霆祖父落到华晨两人手中 那些隐藏在暗处中的一魔头子 方才会真正动手 摩罗深吸了一口气 那盯着无量镜的目光 微微移动了一下 然后看下了顶峰之上的一道 消瘦年轻身影 手掌欢欢紧握 林董 若是新联他们失败的话 或许就只能靠你了 希望不会到哪一步吧 毕竟新联他们也是很强的 云雾萦绕 十座巍峨山峰 自云雾当中穿梭而出 十道人影站于其上 昂首望去 仿佛整个无量镜内的世界 都是在脚下 而在十座山峰的中央位置 则是无量主峰 顶峰之上雷光闪烁 一种可怕的波动 带着低沉的雷鸣之声散发而开 顶峰上众人的目光 也是汇聚向那主峰 不少人眼神灼热 雷霆祖父近在咫尺 能够在这里跟洛曼海的年轻强者交手 真是荣幸之志 一座峰顶之上 一身黑衣的华晨视线 从雷霆祖父之上收回 然后看向周围的人 微微一笑 笑容竟是略显谦卑 灵动 唐新联周则三人冷眼旁观 这华晨实力强的恐怖 这般作态反而让人心中发寒 其余一些并不知道华晨来历的人 倒是斜瞥了他一眼 玄机瞥瞥瞥嘴 虽说他们都知道 能够走到这里的人 绝对不是什么寻常之人 但前者这番态度 还是让他们略感不屑 我对着雷霆祖父 已是向往很久 所以极其希望能够将其得到 还望大家能够了解了我这个心愿 华晨继续微笑 旋即他身形一动 便直接地略向那座主峰 哼 哪里来的不开眼的东西 雷霆祖父可轮不到你来 而就在华晨出手时 一道冷笑声却是响起 一名模样略显陌生的男子暴冲而起 狂暴原理化为一道皮链 直奔华晨而去 在那道皮链之上 有着死气萦绕 此人竟然也是一名 踏入了死玄境小城的强者 华晨望着出手之人 嘴角笑容更甚 旋即他竟是不闪不闭 任由那道原理皮链 狠狠地轰重他的身体 但狂暴进风起一卷间 他的身体却是毫发无损 什么 那出手强者健壮 面色顿失一变 这才感觉到一些不妙 然而就在他刚欲后退时 眼前空间扭曲 华晨的身影 已是出现在了其面前 看来这位朋友 对我很有意见啊 既然如此 华晨冲着那男子一笑 笑容却是瞬间猙獰 那你就去死吧 黑光自华晨的指尖抱涌而出 旋即其手掌 犹如利爪一般穿透空间 一把便是落在了那名男子的天灵盖上 拳击眼神凶残 一把抓下 砰的一声低沉的声音传开 那男子的脑胎竟是瞬间的爆炸而开 鲜血混杂着脑浆四射开来 紧接着一道金光急忙的从其体内断出 哼哼 想跑 华晨咧嘴一笑 嘴被一张 黑光涌动 凄厉爆发 直接是将那道原神金光 生生的吞进体内 伴随着那道原神金光 被华晨吞入体内 那异常凌厉的恐惧的尖叫声 方才从其牙缝中传出 令得这片空间突然阴寒下来 什么 其他顶峰上的强者望着这一幕 面色顿时俱变 眼瞳的深处都是有着悍然涌出来 一名死寻境小撑的强者 在这华晨的手中 竟然是如此不堪一击 这家伙究竟是何方身上 还有谁有意见 华晨舔了舔嘴唇 这个动作令得众人心中寒气直茂 而他却是笑眯眯地看着众人 问道 无人出声 华晨咧嘴一笑 眼神饥讽 林洞眼神冷冽如刀锋 握着雷帝全杖的手掌 缓缓握拢 而就在他脚步即将踏出的那一傻 远处一座山峰上 一道妖娆的火红倩影 却是携带着满身冰冷沙翼 率先走出 华丽而危险的火红枪缓缓抬起 然后摇摇地指向华晨 唐新莲双眸如冰 一股令人动容的强悍原力 在此时如同风暴一般地 在其周身汇聚起来 这里是眼神殿的地盘 圆门的人 滚